凡人有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播打热心电话 6861 5868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有喜 我是相亲特派员玉汉 感谢知爱一生幸福一世 香港周知福珠宝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现在参加凡人有喜 有两个报名途径 我们的热线电话686 15868 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知爱网的报名渠道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西永安治区进行相亲 因为我们的男嘉宾就住在这里 那今天的男嘉宾是一米七七的高个子 然后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在一所大学里从事后勤工作 长相也非常的阳光 很可喜见到他 那我们赶紧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周长庆 今年三十岁 身高一米七七 现在在重庆的一所大学里面上班 从事后勤工作 月收入七千元左右 本期教育男嘉宾周长庆三十岁 身高一米七七 职业后勤职工 月收入七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在三年前也有一段感情经历 也到了谈婚人家的地步 但是他们不是要求的差异力太高 我觉得用金钱来衡量的感情来不值得 我对女嘉宾其实要求也不高 二十八周岁以下一米六以上 在重庆组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双方父母好 能共同承担其对家庭的责任 我也希望女嘉宾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运动 也许有更多的共同爱好 男嘉宾走我要求 一 年龄二十八岁以下 身高一米六以上 二 在组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三 孝敬父母 能够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四 性格活泼开朗 热爱运动 好的 我看到我们男嘉宾 是已经出来迎接我们了 你好 小周是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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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个 哎呀 我看起你来很阳光很帅气嘛 刚刚三十出头是不是 对 单身多久了 三年了吧 三年了 哎呦 天呐 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那现在怎么又想通了 来通过我们的节目相亲呢 通过你们平台的面嘛 广一些 我觉得玩意来中有更合适的呀 但是我听编导说 最开始给你介绍了一个 长寿的女孩子 你好像都拒绝了 你不喜欢曲线的是吗 也不是说不喜欢曲线的 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我被一个原来也给我介绍过的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在现实 有的时候通过来自 coco啊 收集人家的料 我觉得也不是在现实 因为平时还是在一起 多接触 多了解一下 那这个问题是你要求的还是家里人要求的 最开始说我父母要求 我觉得有车 当时觉得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孩子得的 可是给个人找对象 是不是嘛 也不是说啥子 也没孩子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嘛 那今天我们的相亲也即将开始了 对今天有什么憧憬 或是安排没有 今天等他下午嘛 下午如果是他有时间的话 大家看看我平时工作的地方嘛 然后再去 先去我平时多年地方啊 转一会儿 让他通过你的那个生活的圈子 环境来了解你是吧 对对对 好 那既然都已经到那个家地楼下了 要不要请我们上去坐坐 欢迎 好 那我们走吧 坐 在男嘉宾的带路下 我们来到了他的家里 了解他平时的生活环境 在哪边 哪边 这边 一梯四货 两梯四货 这挺好的 嗨 叔叔阿姨好 打扰你们了 把灯都开上吧 门开的都开了 快去 就这样进啊 对 就进 对 对 我给你们家采脏了 对 没错 我说我妈还说 你们的忠实本身 是吗 阿姨 不用我上来看你 谢谢我 你不用我上来看 好 我感觉这一家人都好和善啊 让我一下子就亲切了 对 现在今天葡萄还真 来 对 哦 家里还挺大的 也不大 一百到一百 男嘉宾带着特派员参观家里 而一直在旁边的父母 也忍不住叫特派员坐下 和我们聊起了自己的儿子 那那个叔叔阿姨说说 那个小周 平时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他还是很乖的 你看 看每天按时上班 上下班那些 还是这个东西很有孝心 你看我这个衣服都是 哦 这衣服都他给你买的 对 挺会选的嘛 对 对 合身还 对 叔叔呢 儿子怎么样 还没有意思呢 那你们就是想他找什么样的儿媳妇 我们来都是说 真强烈做儿媳妇 当过年女儿能够对待 他两个有缘的 我都说希望我来 要去列个一点儿 勤奋 还有一个 事业工作啊 那些 有上进行 都是那些方便 其他呀 我都觉得 我来在单位工作稳定 我们来车也放 阿姨说有车也放 还有一个 我母头 可能以后要养两个娃儿的负担 我们各有退休公司 有收入 等于说有固定的收入 车子也放这放 怎么基本上能够讲解准了 这可不是这样做 你看 这还是一个大餐房呢 装修的也还可以 一般 而且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一进来 让人感觉很舒服 很温馨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郑亚文 关桥店情感顾问肥陶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身高177 外形看上去是阳光 开朗的那种类型 而且家里的条件也是不错的 自己也是在事业单位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家人呢 也是家庭里面的那种相处的气氛 是非常的和谐 家庭条件说真的还是挺好的 所以呢 像这种条件的男孩子 在我们凡人游戏呢 应该是好找对象的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编导 给我们的男嘉宾找来一位 怎样的女嘉宾约会呢 看来男嘉宾不仅个性阳光开朗 而且和父母的关系 也是非常和谐融洽的 在父母的叮嘱下 男嘉宾开启了今天的相亲旅程 去迎接即将现身的女嘉宾 不知道两人的见面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好的 我们男嘉宾现在是去停车了 我来帮他接女嘉宾 我们女嘉宾是已经到了 来就是那个穿没红色衣服的女孩 来 志飞你好 你好 来我们边上靠 走边上来 大家好 我叫吴志飞 我今年26岁 然后我是移民软件车 是工程师 我身高是移民路 然后我月收入是7000 本期交友女嘉宾 吴志飞26岁 身高1米60 职业软件测试工程师 月收入7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平时爱好都是 打点平板球 然后逛好盖 运动一会儿 做点瑜伽 我心里还是多开朗的 一般都是跟朋友 有趣哪儿说哪儿说 好伤啊 有好勇敢 然后出去野催啊 啥子啥子 我是希望男嘉宾 他是1米75以上 然后整体形象 赶紧整洁一些 性格方面也不要太急 最后有生死风度 然后最后以后 是在猪城区发展 是重庆人最好 年龄最好30岁 不要超过30岁 女嘉宾走舞要求 一身高1米75以上 年龄30岁以内 二形象干净整洁 性格不要太急 有绅士风度 三在猪城发展 是重庆人最好 那个男嘉宾现在去停车了 我先带他来接一下你 坐了多久的车 一个多小时了 远不远觉得这里 从祖城区来说 走一个多小时 应该也算差不多了 差不多 还好吗 可以接受这个距离 那还好 就怕你觉得远了 万一以后 要是你们俩成了的话 得经常过来 约会什么的呀 那是有点远 他过去吧 你是想让男嘉宾 天天往你哪跑吗 他有车呀 他有车呀 就可以天天往你哪跑了 是吧 如果成了的话 那今天大老远的来 大学成相亲 自己对这一次相亲 有没有什么憧憬 就是最好是能成啊 最好是能成啊 你人都没有见着 你想能成 那不知道我相亲干嘛呀 相一次就要成一次啊 每一次都要抱着能成的 希望去相嘛 这也好 就是我要抱着那种心态来 是不是 今天专门过来 怎么没有化一个淡妆啊 什么的 你来相信 我平时都不会怎么化妆 用最真实的本真的面目 来面对他是不是 也是 我画了可能也不好看 要有自信 我们的女嘉宾出现了 是一位身高160以上的软件工程师 妹子从身高和职业上来说 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打扮就很有问题 首先那个大大的眼镜 戴着脸优圆圆的 那个简形的大衣 大家知道简形大衣 适合什么样的人穿呢 大家会觉得简形大衣是不是很遮胖啊 很遮肉啊 并不是 这种宽松大衣 其实只适合那种又高又瘦 像林欢那种类型的林欢 稍微有点肉的 比如像我这种类型的 穿起来真的就是一个 会变成一个胖娃 我们的女嘉宾今天在着装上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加上她没有化妆 加上她戴眼镜 所以整个人看上去 是的 你这个样子在单位里面没问题 在学校当中也没问题 就是一个萌妹子 可是在相亲的时候 我觉得她会让你减分 然后最糟糕的是 当我们的主持人 牵着我们的女嘉宾 去走向男嘉宾的时候 女嘉宾你节目之后 姐姐提醒你 一定注意训练一下 你走路的姿态 你走路的姿态 看上去就像 就像那个主持人 领着那个走失的小女孩 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真的你要注意一下训练自己的姿态 还有化妆 化妆 来男嘉宾现在呢 其实就在这过往的人流里边 你看看是谁 你觉得是谁 哪个 那个吗 因为觉得她一个人没有走路 没有走动 是不是 过来了 过来了 这是认识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小周 这是女嘉宾 小吴 认识了 你好 那个这里人太多了 确实 我们就不在这 嘈杂的地方聊天好不好 终于在地铁站出口 等到了今天的女嘉宾 但由于环境因素 特派员之后 简单的让两人认识一下 换个地方再做了解 好 刚刚我们在那个轻轨站 确实太闹了 人也很多 现在正式的 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小吴 你好 我是 我叫小周 全民周长青 在大小城上班 你好 小周 我是小吴 是在财富中心那边上班 我是住软件车业室 我家是在中心的 然后以后是想在重庆 租城去安家 我觉得她的身高 穿着方面 我觉得都符合我的要求 感觉人也很赶紧正解 如果是看外貌的话 应该是符合我的要求了 看来我们的女嘉宾 对男嘉宾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两人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对男嘉宾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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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怎么样 对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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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还可以啊 我觉得特别是你 有毅力锻炼一连 然后有那么大的成效 我觉得一般人都坚持不下来 我是男嘉宾 我原来最开始 我可能你都有一点不相信 我原来最重的是 232斤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那个镜子 我看一个人 哇太夸张了 我从来还是我的时候 30岁之前把肥肩下来 虽然说不是说 简直像那种有了一定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有成绩 你对我是啥的感觉 其实我对你的感觉还是 你其实也是那种 比较活泼的那种怨恋 像如果是 如果更有毅力一些 像我能够更有毅力一些 一起出学 经常出学断练的那种 因为我想我也怕 如果是我们一起的话 能共同在意 捡点体重 我们都更好了 没啊 知道 我都说我要捡 我也很胖 就是我说我也不是针对你 你想我捡好的鸡 我赞毛妹的温度问题 你不要生气 我是说毛妹的温度 鱼儿 你平时没想捡给你吗 捡过的啊 大天的时候不吃饭 一百年不复作药 一百年不复作药 45斤了 45斤了 我70斤 不是你那个技术大好尖呢 我就是说 我这个也是靠异力 也是那寒水些 把我堆出来的 我坚持不下来怎么办呢 没啊 知道呀 慢慢来一个嘛 我觉得看到女嘉宾 可能还是稍微胖了点 有个男的 我是真的我都不好意思 交给你 我说你俩错了 显然男嘉宾对女嘉宾的身材 有些不满意 希望女嘉宾能够健身减肥 变得瘦一点 为了考察女嘉宾 在减肥方面的毅力 男嘉宾直接将女嘉宾 带到了自己 平时运动的健身房 还偷偷向教练 问起了考验办法 在经过一番咨询后 也在教练的帮助下 男嘉宾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何考验女嘉宾 而此时的女嘉宾 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两人能否擦出火花呢 对对对 我们搞好这个嘛 我先来做个食饭 我觉得男嘉宾有运动的爱好 特别好 从他人间70斤的衣力来说 我觉得特别值得夸赞 来尝试一下 没有空拿不起来 你拿不起你的来根 我说两个你拿不起你的来根 来根据你 你把走起来 重心往后面 太可护了 你往前面走点 前面走点 好 对不起吧 尝嘛尝 这个看起来很重 其实翻起来说 并不是很重 尝试了吗 也不是 不要不能够能够上一上腰杆 蹲下去 这个要蹲下去 蹲下去 拿手臂的量不要追起 我拿一下 你还不太重 他人把他都过来 特别是那个 翻那个轮胎 有一点80千克 但是还是 我能阻导的 我还是给他能阻导 我都不会放弃 我深呼吸 然后 用地的 3 2 3 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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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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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慢点吧 跳过去 再来吃吗 再来吃 尝尝一下 哦 也站不到 站不到桥门了 其实我说说老师吧 我其实我也有点胖 现在说老师我也胖 但是说 他如果是说有那种 比较那种紧急的那种形象 我其实觉得他还是可以 所以觉得他还是有个评级 还是可以 好 现在在男嘉宾的要求之下 我们的女嘉宾是走进了健身房 灰汗如雨 真的 我觉得节目录完之后 女嘉宾肯定想的就是 减肥真的是太棒了 可是我绝对不想再减肥 因为真的是太累了 我看他做那些运动 我都觉得他第二天肯定是 我估计跟编导发信息的那个 手都要抬不起来吧 是的 很辛苦 但是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看到女嘉宾 脱下了那件可怕的简形大衣 你会发现 她身材其实很好 有点小肉小肉的那种一点 但是真的不是一个胖妹妹 她就是这个衣服穿的 有点问题而已 在男嘉宾的帮助下 女嘉宾按照男嘉宾的指导 连续做了好几组动作 虽然刚开始很吃力 但是慢慢熟悉以后 动作也越来越熟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男嘉宾看到了女嘉宾的坚持 也十分的感动 在运动完以后 还主动帮女嘉宾放松拉伸 我没有这点 也不是黑兔吧 好 跟女王伯母亲 保持一个姿势 保持心理魔术 舞蹈画面 5 3 3 2 1 阿姨 5 3 3 2 1 5 3 3 2 1 对吧 5 3 3 2 1 我拿 我骑死了你起来 走吗 他走到轮台上面 走到轮台上 走到轮台上 他的暖门很尖 5 2 3 2 还好吧 每个他交给我主个礼物就得 我肩膀麻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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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肩膀不肩痊 肩膀不肩痊 你肩膀麻省了 吃奶油片 看来经过健身房的相处 不仅让男嘉宾对女嘉宾的态度有了变化 而且通过这个互动相处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好感也增加了不少 原本以为经过甜蜜互动的两人 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感情会有所升温 但接下来的进一步了解 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比如说我是26岁你是30岁 但是我们之间差4岁 假如说后面比如说结婚 我想三年之后再结婚 不然我会时间安排长一点 就你是怎么安排 我觉得三年 我觉得是时间长一点 我国的想法都是大概这一年左右 一年就结婚 如果是说再等三年 我都三十四三十五了 这一年都结婚挑战好大 我妹妹也是差不多一点 我地方也是差不多一点 都聊得很投机 只要谈得来 平时有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语言 我觉得可以结婚 也不是说非要是说那种 黑了一个的黑了一个的菜 看着两人的聊天 渐渐变得有一些尴尬 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妈妈 赶紧把男嘉宾叫到一旁询问 我问你 你聊好那个酒啊 你有什么感觉没得 我其实觉得 你觉得合不合得来呀那些 我就是聊天的时候还是可以 但是说他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要成人的话 三年以后再与这个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可以接受 他意思是说要接住三年 这是一个分期 还有一个我问的 他家是在中心是吧 他上班是在七排放来的是吧 新排放 他是做啥子工作呀 软件开发呀 好像我聊了 他说工资到还在七千左右 七千左右 工作单位啊都还觉得没有 关键的三年结婚都可以了 三年都是二十九了 我说如果说是二十 一年左右 也不是说那个一年多点嘛 一年半工资到一年半一路 都很像他个人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主要的问题在里头 那你觉得 我觉得关键是这个门儿 工作单位啊那些 基本上都还是没得要做这个的 关键的问题我都觉得是 三年我确实觉得有点无法 还有一个合不合得来 性格那些是说 这个人啊 比如说光是从外边看不出来 要要接触了解个后啊 一个人的性格啊 看有些为了一点小事钱 他会不会和你家保佣啊那些 像有些脾气不好的话 他都不会保佣那些是吧 都很老婆了 其他我都没在这儿的 我反正我也不阻担你在这儿 你觉得可以你都接触 你觉得不可以你都算了 看来在关于交往多久 合适结婚这个问题上 男嘉宾和母亲都有些不赞同 不知道女嘉宾的态度 还能否改变呢 其实像男嘉宾说的 经常接触 我觉得可以缩短那个时间 主要是了解到哪个程度 整个精神层面上 你都活得起了 跟他的朋友啊 家人相处的话 也没得他这问题 我觉得可以结婚 其实那个时间长短的话 因为我想的是可能我会接触的慢一些 如果缩短那个时间接触快一点 了解的速度快 了解的程度 到了哪个程度 适合结婚 我就觉得可以结婚 主要是怕了解的速度慢啊 他都可能时间长一些 原来女嘉宾并没有把结婚时间定死 只是担忧时间太短了解不够的话 会让日后的相处麻烦不断 不知道得知女嘉宾这一想法的男嘉宾 又会有怎样的态度呢 欢迎播打热心电话 68615868 欢迎许许我们等你 我听到就是你们这间有一个问题 都说到结婚的事了 女嘉宾呢 好像是说要三年 你们家里面是想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事 好像这一点有一些分歧是吗 那其实我们觉得如果就因为这个问题 就阻碍了一段可能会很好的姻缘的话 也是很不值得的 因为这个三年的时间 后来我跟女嘉宾我了解了一下 这三年呢 我想女嘉宾也不说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可能她就是想多一点时间了解你 了解你的家人 给你们多些时间彼此的那个 互相的更熟悉一些在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现在你们还相对陌生的情况下 她给自己的一个期限 或者给你们的一个期限而已 所以设定时间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不要太较真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现在毕竟女生嘛 咱们要打消她的这个顾虑 让她现在就是完全的想要融入到咱们这个家庭来 看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温馨环节 然后让她主动的想要走进我们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她对她 确实也是 有一定顾虑也正常 因为毕竟有个社会上啥子人都有 很正常 确实有顾虑我也理解 是 而且我看到妈妈 刚刚跟女嘉宾和她的闺蜜都聊得很好 平时家里面的事是不是也是妈妈张罗的比较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因为让妈妈出面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会那个事半功倍 因为你小妈妈出嘛 她本来又能说 然后又是长者 又是母亲的角色 会更好 在特派员的帮助下 男嘉宾了解了女嘉宾真正的想法 也在特派员的提示下 选择让母亲出面 帮助打消女嘉宾的顾虑 那她的母亲又会采取怎样的办法 来让女嘉宾打消顾虑呢 女嘉宾的颜色 嗯 这个是女嘉宾的 这这好多钱干嘛 试试就有一条 买个红的哈 都可以你看那边还可以多的 可以睡一会儿就可以帮她的脸 这这好红哦 买配哪个嘛 什么呢 干嘛你 买个媳妇 嗯 媳妇 哎呦 可以的看起来有什么 可以啊 其他颜色啊 这些颜色 还有这个 粉红色 洗不洗了吗 嗯 粉红色 这准是哪个买的吗 也是四十九 那都买个这准嘛 好背负点 嗯 买一根嘛 帮我 我看有辣子没得 没得 挑一会儿 可以这个黑砖好 就这个颜色好不好 粉红色我讨厌 我看还有挂 这个颜色好 我扬你哈 经过一番挑选后 男嘉宾的妈妈 最终选了一条粉色的围巾 以此来表达 对女嘉宾的关怀 不知道收到这份礼物后 女嘉宾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前面表达一点小小的心愿 不要啊 看你喜不喜欢 没夹这个 第一次见面 我又没有带什么东西 哎呀 不需要 哎呀 天气冷了 把这个围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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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如果是说你们两个有缘 反正我还是把你当青都能够看待 不会让你吃苦 我屋头啊 这个也不是上帽 一般比上啊 不拘比下啊 还是有余的 这个房子基本上是有了 比如说你们想过这个 你们两个人想单独做也可以 反正我都是希望你们两个 成功了以后 好好人过日子 家庭经养好 这是老你的心愿 你放心你不要有那些固扭啊 因为我屋头啊 比如说车载 反正有个车载 房子也可以 如果想这个一点啊 好一点的啊 高档点的啊 我都嘴看以后啊 过两个大片 现在反正还是可以将就做嘛 你放心你千万不要有那些 啥子的 用来的固扭 我们家庭比较和气 玩的比较老实 等于有些人也好 他相会 是吧 有些人走到一起 也都是很勇心的 刚才娘娘给我买了一条 我已经整理了 有点突然 然后其实还是很惊喜 我觉得他们应该说 而且娘娘说的话 我觉得也很真诚 看来男嘉宾妈妈的举动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女嘉宾的态度 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选择环节中 女嘉宾会做何选择呢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68615868 欢迎迎许 我们等你 好的 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 而且我们站在这里呢 风确实也很大 好羡慕女嘉宾 脖子上啊 有一款 这个温暖牌围巾 现在很舒服 是不是很温暖 是 好 那么我们也马上要到做决定的时候了 最后有没有话要对对方再说一下的 来女嘉宾 刚才梁梁给我喂了个威敬事 我其实还真的还惊喜 真的表达一下 真的谢谢 谢谢梁梁 就谢谢阿姨这完了吗 最后有没有对这一位说的 我也感觉到真的你们还真诚 我觉得你们应该你们的家庭也是很温暖的一个家庭 我说这三年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会 因为融入你们的家庭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如果这个过程处得好的话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快进的一个过程 可以快进的 咱们可以 来 男嘉宾说 我是觉得梁嘉宾呢 其实还是多优秀的 有些共同爱好 有些共同理念 至于梁嘉宾说了三年呢 我觉得有那种真心的话 我觉得也确实是可以快进的 相信呢 如果是说有点机会 好好生生结束 还是可以的 是的 特别感谢阿姨的这个神助攻 一条围巾就让两个人说出了 都可以快进的 那我们就进行最后的选择了选择的规则是这样的 妹妹脖子上这款温暖的围巾 如果你选择跟男嘉宾牵手成功的话 就用她搭在男嘉宾的脖子上 共同围上这一款围巾 我想也是妈妈对你们的祝福 没有那个妈妈的温暖了 现在很冷也让她感受一下 如果你不选择牵手成功的话 转身离去就可以了 听清楚了吗 好 来 请两位对着站好 我数三二一之后 给我最后的决定 想好哦 听我口令 一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女嘉宾给答案 此处应有祝福的掌声 好棒 哇 好 太难了 太难了 这是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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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哇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不愿意 好棒哦 你看你们今天的牵手成功 还获得了那么多路人的祝福 好棒 恭喜你们 同时我们也把那个 爸爸妈妈请过来好不好 叔叔阿姨 来 来来来 高兴吗 今天 高兴吗 嗯 高兴 高兴 看着一家四口的感觉挺像的 好有家庭的那种 马上一个大合照的感觉 夫妻像就有了 非常好 恭喜你们 恭喜牵手成功 这样吧 因为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 大家饿着肚子 这样你们 牵手成功了 就一起去庆祝一下 一家四口去吃个晚餐好不好 热腾腾的晚餐好吗 早日给我们传来好消息哦 好 祝福你们 阿姨祝福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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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非常的幸福 这一家四口的这个画面 奇了融融的感染了我 也感染了我们 你看周边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他们 今天这个妈妈的神助攻可以说我们 凡人游喜本年度最佳助攻了 有这样的母亲 有这样的家庭 何愁相亲不成功呢 对不对 所以以后也来我们节目相亲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 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要来这样的神助攻 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最后还是祝福他们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 珍爱一生幸福一世 香港周知福珠宝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现在参加凡人游喜呢 有两个报名图进播到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 同时呢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珍爱网的报名渠道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珍爱网 关桥店情感顾问肥陶 最后两个字送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圆满结局的男女嘉宾 那就是快进 是的 我觉得这个词其实说的特别的好 有的时候遇到对的人呢 我们不要把这个过程放的那么慢 你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我需要去了解 其实真正的三观合适的人 然后内心坦荡的人 不需要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 两个人如果是坦诚相爱的话 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可以快进的 三年真的有点长 但是一年还是有必要的 必须说我们 至少说我的观点 我觉得赏婚是不可取的 但是适度的快进 在这个大男大女 大家都有婚取需求的 今天适度快进很有必要